打神石净化过多少次 它最终成长到了何种境界 打神石与其他太古石胸有着很大的区别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通过吞噬其他骑士 从而让自身提升石力或者完成净化 只可惜光凭打神石自身很难净化到极致 但好在打神石认了一个好大个石号 在石号的帮助下 打神石最终也是净化到了超越石胸的层次 那么打神石净化过多少次 它最终成长到了何种境界 1.吞噬不老权的尼莎 打神石出生在下界百断山的神渊之中 在这神渊的深处隐藏着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不老权 此等神叶可谓是相当珍贵 石号费尽心力也才仅仅只得到五滴而已 而神拳所处的泥沙之中 早已经受到了神拳的滋养 其中更是蕴含着数不清的神性物质 在不老权离开这片泥沙以后 此地的泥沙便被打神石疯狂吞噬 也正因这些强大的神性物质打神石 才会迎来自己的第一次进化 2.金色奇石 当初石号前往上街大闹秦族古矿之时 曾意外地得到了一颗蕴含雷霆之力的五叶草 更奇异的是 这颗五叶草扎根在一颗人头大小的金色奇石之上 这颗金色奇石可谓是相当不凡 其中的雷霆之力更是比五叶草之中的 雷霆之力还要茂盛 在这颗金色奇石之中 仿佛封印了一片闪电汪洋一般 相当奇异 不仅如此 金色奇石之中还有一些符文流转 石号凭此进行感悟 必定能够让雷树更加精进 只是在十号吞食五叶草 感悟雷天雀宝树之时 打神石顺势将这块金色奇石吞入腹中 如此一来 打神石便获得了雷霆之力 此后 他的每一次攻击 都会附带强大无比的雷霆之力 也正因如此打神石 才会为自己取名为闪电石 三 天命石 天命石乃是一种能够让天人族的生命层次 进化到极致的奇石 天人族一旦与之融合进化 便会发生本质上的蜕变 而且得到了天命石的融合 也就相当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也就是拥有了天命 天命石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量 能够让人快速复原伤势 得到天命石便相当于多了几条命 除此以外 天命石中的大道真意 和奇异物质都能使人完美进化 只可惜 这样的奇物可谓是相当难寻 不过好在 十号在击败天人族 天骄忧语之时 顺手取走了他体内的天命石 而这块天命石后来也是 被十号和其他奇石一起赏给了打神石 打神石将其吸收以后 实现了完美进化 为此 他甚至还为自己取名为命运之石 四 混元石 混元石买是诞生在混沌之中的奇石 其坚硬程度难以想象 要知道 此类奇石一般都是与真仙联系在一起的 在众多石料之中 都属于最顶级的仙道宝料 唯有世界石才能够与之媲美 十号当初跟随他的师傅齐道林 曾意外到达过一个 由混元石所组成的洞服 十号也正是在其中 得到了一块混元石 后续十号也是将混元石 以及其他仙石赠送给打神石 打神石也是凭此完成了最后一次进化 进化之后的打神石 他的修炼天赋 虽不如小天脚比那般强大 但是他还是能够与小麒麟等十大凶兽小媲美 最终靠自己的努力 也修炼到了真仙境界 黑暗大动乱降临之际 十号为了让打神石能够有自保之力 于是便亲自用准仙帝之火培育他 而打神石最终也是不负众望地达到了仙王境界